大家好,我是UP主中的小学生 这期视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阿牧的帝王三分 在了解了阿牧的帝王投篮机制以后 可以把帝王投篮升级一下,变成帝王三分 原理就是站在帝王投篮范围的最边缘 利用后撤出三分线 现在已知阿牧的后撤方向分为 左、右、左下 右下 左右两个方向位移都很小,除不了三分线 所以我们直接排除 剩余的我们一个一个的说 第一种方法,三分线内一段突破帝王三分 站在技能范围边缘,底角直线二分之一的下半部分 在左边时,左手方向键向上 右手以最快的速度按突破、大招、投篮三个键 有多快按多快 右边站位一样,左手不需要操作 右手速度按突破、大招、投篮 注意尽量别过二分之一处 低脚有空气墙,会导致后撤距离变短 而无法撤出三分线 方向键向下也不行 这又要从突破机制说起了 所有的突破技能的方向大致都是面向篮筐的 可以想象成,圆心有引力 所有的突破都会被吸引 我们以从左往右突破为例 方向键向上突破,会在这个位置 那么,如果向下突破,会在这个位置吗? 我们来看一下 出现在了这个位置 与想象中的位置差了好远 这就是因为突破被引力吸引过去造成的 因为突破发生了形变 导致帝王投篮的后撤也发生了形变 利用这个形变 我们在45度两边也可以完成帝王三分 但是必须要站位非常准确 非紧急情况 不建议在这里进行操作 实战中,黄岛对手加5点能量 所以在没大招起能量达到25点以上 就可以进行黄岛操作了 在已有大招的情况下 不建议用三分线内一段突破 黄岛几率小,会浪费大招 第二种方法 三分线外,一段突破帝王三分 站在三分线外 以一段突破正好停在技能范围边缘为准 左手方向随意 右手点击一下突破 若对手倒地,别着急按大招 等突破到技能范围边缘时,再按大招加投篮键 完成帝王三分 第三种方法 三分线内二段突破帝王三分 站在技能范围边缘中 按照上期视频所说的反拉方向键的操作 在二段突破到技能范围边缘时 按大招键加投篮键 很容易出现帝王三分 此方法是实战中经常用到的 第四种方法 三分线外二段突破 和第一,第三种方法道理相同 好了,本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儿 别忘了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